罗云熙 这不是我想看的魔尊啊 大家好 我是小方 长月记名一播出 罗云熙演的魔神就瘦下了我的双眼 开篇就是长脸暴击 也就五年没在仙偶剧看见他而已 他怎么就瘦成这样了 这个魔神只有黑色的衣服 背后的光圈和特效看起来比较魔而已 但罗云熙这小身板 这大长脸看着真的跟魔神毫无关系 不是化了大浓妆就掉魔神啊 人生台词听着也是一副中气不足的样子 日月不照 天地不明 看来今日是要应验的 一点魔神该有的霸气都没有 反而有点病骄 不当魔神的时候 罗云熙的身材更加灾难 除了脸和眼睛可以支撑一下子 每到展示他身材的镜头 我的眼睛就要受苦了 润育时期的罗云熙 还可以称为古装美男 到了谭台晋时期 罗云熙只能称为古装扁男了吧 魔尊这样的角色真的不能太瘦 诚意在《沉香如蟹》里 也演了修罗组的尊主玄业 也是一个类似于魔尊的角色 演技还可以 人设也很带感 但诚意的身板和罗云熙也就是半斤八两 不够高也不够魁梧 从气势上就弱了一大截 之前的《虫子》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魔 汪卓成则在里面扮演了《魔尊王月》 这个魔尊气场是有的 但不够多 装造看着还有几分妖孽 不太适合他有点崎岖的脸型 再加上《虫子拉垮》的剧本 这个魔尊愣是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高光时刻 《花千谷》总被《虫子》碰瓷儿 但《花千谷》里 马可演的圣君《沙千墨》 就让人印象深刻的多 马可的颜值虽然说也不太能够得上古装美男 黑长直的造型看着还有点爆看 美瞳眼线齐飞 但是《沙千墨》的人设带感 马可演的也还行 尤其是他为了女主跟天下苍生作对的台词 这个圣君虽然不够美 但还是让很多观众薪水了很多年 看到黑长直 我就想到了《西游记》后传里面的《魔罗无天》 是佛也是魔 张永刚的演技是没问题的 把吴天演得又坏又带感 但是造型师和特教师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这黑长直的样子真的不是来搞笑的 再搭配一些迷之角度 迷之调色 迷之旋转 好好一摩罗 拍得跟鬼似的 《三生三世》里 也有类似于魔尊的角色 秦苍 剧版的秦苍由莲一鸣扮演 就是一个很纯粹 很坏的大反派 连一鸣演的也中规中矩 但是到了影版里 这个工具人反派竟然换成了高颜值的演艺宽来演 看到他和叶华见面后的问话 呃 我就懵了 我也没想到 鬼君情脏竟如此垂了 确定这样的颜值该用垂老来形容 我也想垂老成这样啊 演艺宽演的秦苍也成了影版的最大亮点 这哪像作恶多端的大反派呀 说他是帅气逼人的正派我都信呐 魔尊这样的角色也被很多人演得很带感 王赫帝在《苍蓝绝》里演的月尊 东方清苍 就让人眼前一亮 王赫帝他也瘦 脸也有点长 还有点大小眼 是猴系帅哥的代表 但是王赫帝他个子高 虽然瘦啊 但不干扁 月尊的衣服穿在他身上 他是能撑得住的 他身上的霸气也是足够的 尤其是他为了救女主 火烧天界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敢阻拦本座 本座便荡瓶水一天 杀光所有人 Be King 说的就是他 Nice 刘李李 李新泽演的《罗侯济都》 虽然出场晚 但也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身材魁梧 五官端正 古装扮相 看着很周正 还很霸气 跟宇丝缝之间的兄弟情啊 还有一丢丢的好磕 而且两人同框的画面 罗侯济都明显更有气质一些 聂远在《倩女幽魂》里演的《七夜魔君》 也让很多观众难忘了很多年 泡面头是很难hold住的发型 但七夜hold住了 七夜的颜值和武力值也都很高 就是可惜啊 聂小倩最后没有选择他 他也成了大魔头 不过说到魔尊这样的角色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那还得是仙三里黄志伟扮演的魔尊重楼 单看外形就秒杀了大部分魔尊 跟子萱的体型差不要太好刻哦 况且人家不仅有魔尊该有的外形 还有魔尊该有的实力 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魔尊嘛 除了男版魔尊 影视剧里有些女版魔尊也挺带感的 比如千古绝尘里张嘉妮演的天后 因为想要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就成了魔 造型黑不溜秋的没啥特色 但张嘉妮的眼神里特别有戏 让人望而生畏 还有《枕上书》里张文演的魔尊鸟落 虽是女子但气场强大 每个眼神都是戏 就连东华帝君都无法消灭 只能囚禁他 陈玉琪在《香蜜》里 最后也成为了魔界的首领 虽然他的身板也很小 但眼神里的霸气是够的 就是可惜啊 当时还那么受好评的陈玉琪 现在演戏时却只会干瞪眼了 魔尊这样的角色 就是要霸气又有实力 特别是男性 要是身板太小 连衣服都撑不起 就算演技再好 看着也不得劲啊 我真的不想看到 又瘦又弱鸡的魔尊了 我是小方 下期再见